下一個議程是黃毓民議員要求在2013年6月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獲編配一個辯論時段 以就對立法會主席投不信任票的動議案 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原本我打算分兩個階段抗議曾毓成主席作為議長 一個有選舉成份的議會議長 一而再再而三去濫用權力 中斷議員按照議事規則提出修訂案發言的過程 第一是對整個立法會言論自由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構成一個極大的侮辱 另一方面亦都被人覺得是偏幫政府 要快快速令到這個撥款條例草案得到通過 如果按照這種邏輯 大家以後都不用就這個撥款條例草案提出修訂案的 因為最後要通過的 如果不是政府便沒有錢 會癱瘓的 所以我覺得曾毓成主席在處理修訂案的辯論過程中 濫用92條賦予他的權力 現在加多一個基本法72第一款主持會議 誰不知你主持會議 你主持會議公不公正 所以我原本打算第一步 希望可以在大會中提出休會待續辯論 但結果又沒有官員可以答辯 然後你現在質疑他的裁決 主席便不會批 內會亦不會接受 後來我另外亦提出一個不上限動議 但如果按照排隊便有排排 因為我今年已經提出一個動議 我自己的判額應該就用完了 除非現在沒有人再提出這個動議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排排到10月 或11月、12月 或明年的1月、2月 那已經明日黃花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提早 今天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這是我們的權利 對主席投不信任票 這是我們的權利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在6月 在6月5日的大會裡可以提到 6月5日的大會裡可以提到 啊